黃旭 衛尼斯·聖馬可廣場的人潮 1948年時 當然遠不及現在 汹湧得如同大運河的潮水 一波高過一波 那年十二月十一號 50歲的作家海鳴薇 在雨中入口 初见当地贵族伊凡希奇家的18岁女儿 雅哲安娜 宛如一道闪电 画过心头 拉开五年不伦恋情序曲 大作家当时 常触摸榴莲这座河道交汇处的好底 罗塔伊凡希奇宫 雄基素旺盛 第四任妻子在册的海明威 以这位年轻女子为主角 写下马奎斯认为最美丽 评论家认为最糟糕的小说 渡河入林 小月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新建于16世纪的三层楼建筑 看似斑驳 满步风霜 作曲家华格纳 钢琴家李斯特 都曾经是座上宾 让我熬来一下 现在成为威尼斯艺术双年展 圣马利诺国家馆展场 该国内政部长 外交部官员 以及文化主管清林开幕现场 为台湾雕塑家李光玉 三十余间同雕各展 揭开序幕 补给予业 外交部官员 关系到栏业历史上的 恶多 我非常猜 这太不错了 我觉得 我肯定 觉得 我认为这些艺术会有这些艺术印象的印象 所以这些艺术印象是完美的地方 我跟海滨维也要建立起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 他非常喜欢斗牛 牛的这个野性即使力量再大 但是它有一个盲点 我把这个盲点又把它转化变成是 有一个娄女 当斗牛看到这个娄女的时候 它反而像这一只牛的时候 它狗钱不足了 是 是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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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的眼睛 眼睛 那支持台湾艺术走到威尼斯 走到这个国际上 所以我说政府怎么可以不来 一定要来 历来只有两位台湾艺术家曾收邀主题馆单元 圣马利诺国家馆的李光玉各展 是这项如同国际艺术奥林匹克盛会 台湾艺术家场面最盛大 规格最完整的亮相 你怎么跟国际的艺术家进行对话进行PK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李老师借由他的斗牛系列 来反映了他对于现在国际 非常的不确定混乱的一个他的一个沉思 李老师的作品在这里 我觉得铁定是格格不入的 不是所谓的滑中取宠 不是所谓的老叼牙 是一种对艺术本质的这种坚持 原本圣马利诺国家馆 要在这一处韩明威曾经生活 发想创作的贵族载体 容纳四位艺术家作品 敬艳于李光玉创作的内涵质量 因而慷慨奢侈耻地 将全馆留给这位 遭到国际艺坛忽略的准大师级人物 空简单来讲 在艺术技巧当中 就是把一个作品 挖一个洞子叫空 或者是在哲学上面 空一种人跟宇宙 一种关系或自然关系等等的 那这个东西贯穿了李老师 整个创作的脉络 李光玉的名声在台湾 虽不像杨英峰、朱铭等雕塑家 但他的公共艺术作品 出现在市民大道延吉街口 台北捷运台大医院站月台 成为台中国家美术馆重要的标志性符号 以及众多民间建筑中 这些魂圆饱满 奉陪着圆融智慧的手印线条 以及美的沉思 寂密安详的陪伴 行色匆忙的云云众生 融会为都会生活的一景 片处细致人机罕见的山区 雕塑家占地一甲的秘密花园里 可以窥见这些创作的分身、本尊 立体全面的表述李光玉的创作历程 以前是学坛古琴 然后也学佛法、打坐 然后生活上大概是跟佛教有关的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的生活、心静啊 就是喜欢坐会非常的定、安静 这样的一个状态 艺术家的声秘也有其内在转折张力 李光玉自幼学习传统的中国水墨书法 在黄光南老师建议下 进入国立一专雕塑科 退伍后前往西班牙 盛费南渡皇家艺术学院和马德利大学就读 回台后任教国立艺术学院 初期深陷西方美学观念 罗网创作停滞 其实我有一天 我就看自己的手 我一看也觉得这个手好美 然后呢 我手指头上微微敲一下敲一下 它的变化怎么会那么多 我就用这样五根线条 包括这个手掌的面 来构成我的艺术的世界 所以就产生我的风格的一个起点 诗情协议 魂缘饱满 扎实的西方学院技法 行速丰美静安的东方异象 作品陆续获得各美术馆典藏肯定 却在教职退休后 因为经济状况和婚姻破碎 陷入人身低谷 凭借佛法和大地 替自己舔世疗伤 隐身一界更独山林的勤勉园 在无情荒地 啃拓出一片有情世界 有时候烟雾来的时候 整个山就看到一条线条林线 好美哦 那么那山一层一层 有时候它的云霧遮住了 就剩一点点 所以说我的作品里面 就遮住了很多的有形的东西 留下了空白 从挫败中重新发现自己的内在 梳理出与过去全然对立的风格 何等巨大的决绝断裂 从有到无 从井到松 穿行东西方 自在妙有 留下空白 风吟的想象 因为夜解放的时候 我夜感拆解 夜感再重建 所以从整个大拆解 然后大解放 然后再重建 那一个新的事物 一个新的造型 一个新的世界 于是又产生了 这肉里松 一般我们看到了 那我要让它长大一点 我就切掉三分之二 都一般 你看这个笔法是这样过来 然后这样过来 然后这样过来 再悬上去 然后停一下 然后再出来 这边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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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个立体的实体跟空间 甚至到它的整个 情侶活动品位 很不一样 毕卡索在二地画布上 离散碎裂形象 开创立体派 李光玉 反其道而行 将饱满的3D铜雕 撕离成磨骨而立 绵长周折的平面空间 堪称雕塑艺术的一次 宇宙大霹零 没有 之间有一个空 在产生一个妙游 那么这样的感觉 比把这个作品 放在这个室内 它更具有一种 非常神秘的感觉 海明威1937年的小说 《有无之计》 李光玉挪用 作为2017年 威尼斯双联展的创作主题 呼应失落一代的 时代精神 以破格出境的线条形式 反出东西方 艺术生命的内在涵养 用东方书法挥洒西方铜雕 以佛加了空性 包满物质界的残缺 结构立体 展现古典内在 乘着威尼斯的凤尾船 李光玉为沉重的现实主义 插上想象的翅膀 自在轻盈的腾空眺望 雅德里亚 荡漾的天机 优优独播剧场